文化十六長 好,報告院會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能不能 現在請陳委員學生執行時間十五分鐘 這個這邊我們請陳委員可以上來 好 陳委員來 請來 來 那個林總召 林總召 你們是不是到後面去 有 有 他們在後面 後面 那個這邊是不是 欸 那個兩位委員是不是讓陳委員上 感謝你 為了以我收到也是 謝謝 每天都在裡 賣給圖書 謝謝,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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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 感谢观看 目前我们 感谢观看 能够 没有没有 但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机场 我们在 我们是来 我们在 在今年能够提 我们对于 將來的規劃跟評估的內容 一定會跟大家一起來作業 使這個事情大家都是非常透明 而且完整的 不是 部長 部勞院長那是最好 我想這個事情6500萬了 如果部長在那邊給我承諾 因為由交通部負責主政 今年我希望能夠破6500萬 這個案子你同意嗎 是不是委員這個金額的部分 因為剛才我聽到這個6500萬 也還不是很確定 到底它是怎麼樣的內容 我們原則上來幫助聯江縣政府 去用我們中央想辦法來籌錢 去做這個綜合規劃 這個大方向 我們是不是能夠來這個上面 跟您做承諾 但是是不是這個金額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期程呢 我們是不是再會後 我們來把這件事情 再把它落實下去好不好 是的 金額我沒有意見 對 綜合規劃 部長你同意嗎 是是是 那這個金額你給我們可以嗎 是這個方向 我規例是6500萬 你給我5000萬3000萬 我們朝這個大方向大願 因為這個錢啊 就今年要做綜合規劃 是 這一點你能不能支持 我們來朝這個方向來辦理 是 是 那院長這樣子可以嗎 是 我們就是支持剛剛陳委員這樣的提議 就是說我們絕對金額不必去提 因為有一些專業上面的需求嘛 所以我們現在是沒有辦法去講說6500萬或是哪一個數字 但是綜合規劃的費用 那交通部會來協助媽祖 是的 金額我沒有意見 金額我沒有意見 是是是 但是我希望今年啊 就開始來執行這項作業 是 可以 院長可以嗎 可以 謝謝院長對這件事情的支持 我想今天的質詢非常清楚 院長在南北干塊大橋的政策方面是支持的 那我也拜託我們交通部啊 社程部長 也責成所屬單位 能夠配合連江縣政府 我們在最短的時間把紙本作業跟行政程序能夠把它完成 好不好 是 好 今天謝謝 謝謝陳委員 好 謝謝陳委員 謝謝賴院長 下一位請樓委員民財 執行時間15分鐘 請樓委員 請樓委員 請代表院長 羅員你好 我想推動觀光也好 推動台灣經濟發展也好 最重要是電的問題 我記得過去 在選舉之前 民進黨有提到 台灣根本不缺電 這邊有寫 台灣根本不缺電 當初大家聽了覺得心裡很感動 電都是沒有規劃 可能都是沒有做全套的整備 所以都說什麼要缺電 用核電發展等等 結果去年815 全台跳電停電 那現在你們又開始要重啟核二二號機 要開始要發電 那幾天發生什麼事啊 為什麼新的機組跳電 那跳電 院長 你對這個事情了不了解 有什麼處理的方法 都已經有所謂的 那這就是 那是 但是就是 我們剛剛 告訴我們 我們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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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幾個 是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再轉的各項的措施 讓整個發電的 再轉發電的作業 能夠順利完成 民進黨之前說 台灣根本不缺電 既然不缺電 你為什麼要重啟核二 不是 因為齁 這個 核二廠二號機的再轉 是因為大修之後 它根據作業程序 必須要提出申請 那也經過原人會的 安全查核無餘 讓它再轉 我想這個都屬於 標準自然的程序 院長這樣會不會 跟民進黨的理念 有點精神錯亂 從過去 一直 搶打的神主牌 就是非核家園 你非核家園我也支持 我也支持 因為你跟我講說不缺電 結果你現在上台了以後 你重啟核二 而且在這個沒有安全的 整個顧慮之下 你就重啟核二 結果一重啟 就跳雞 院長 沒有安全的全體 絕對沒有核難 這樣的理念 大家社會是都支持 一定安全為第一 那我跟羅委員進一步說明的是 核二廠的一號機 目前是在運轉的 所以沒有重啟核二廠的問題 因為核二廠的一號機 已經在運轉 目前還在運轉 那核二廠的二號機 是大修之後的再轉 大修之後 經過原人會的安全查核 他申請再轉是屬於程序 那更何況 更何況 這個非核家園 不僅僅是民進黨的主張 也是羅委員支持 那立法院更把它寫入了電業法 核一核二核三 必須如期於2024年之前除役 那換句話說 2025年的非核家園的目標 是社會經過立法程序所達到的 不會因為核二廠二號機的再轉 而有受到影響 核二的二號機 他的機零幾年了 老舊的機器 他還在 35年的機器 但是他還在安全的範圍內 有安全嗎 因為還在使用連線內 會不會出現故障 或者是造成核能外洩 像福島爆炸等等相關的情勢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羅委員說明的 核二廠二號機的再轉 一定要秉持三個原則 安全第一 沒有安全 我們絕對不讓它再轉 第二個 到底會不會發生 跟羅委員指教的這些事情 我們交由專業來判斷 那第三個 一定要按照標準作業程序去執行 這樣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爭取社會的支持 賴運長 是 核二的二號機 35年 是老母機 你去找一個老母機 那心機不用 你把核四廢掉 這個邏輯上 怪怪的 而且你說 要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那誰說的安全是 算數呢 就是安全單位嘛 包括園能會 像這一次 核二的二號機 跳機 需要不需要有人負責 也至目前為止 沒有人出來說明 也沒有人出來道歉 對於這個安全的問題 全台灣的民眾 是有疑慮的 院長 怎麼辦 這個後續的話 我們會 要求 這個經濟部 跟台灣電力公司 妥善 去處理 後續的 再轉的程序 我們這邊堅持啊 沒有充分的說明啊 沒有安全的前提之下 核二的二號機啊 未來的啟動啊 全部 通通暫停 一定是 一定是 照我們國家的標準嘛 包括園能會的查核 通過了安全的查核 它才有可能再轉啊 這是一定的 一定要經過國家的規定 院長 是 你們這個 整個國家的用電啊 能源政策啊 是不是應該要重新做一個思考 重新做一個調整 因為政治啊 充滿了騙局啊 你們之前說不缺電 不缺電 不會跳電 動漲 電價十年內不會漲 四月份馬上電價就要漲了啊 所以 很多的話 民眾現在聽啊 就當作耳邊風啊 沒有信心啊 跟 你說安全 到時候如果出了狀況 誰來負責 誰負得了責任 這次電價的調整 完全是因為 國際市場上 這個 能源的價格調整嘛 那之前民進黨主張 意思就是說 不會因為 非核家園 而 調漲這個電費啦 其實 論述的內容 其實是不一樣的啦 不過現在漲價是有確定的嗎 漲價四月份的電價審議委員會 就是 85%的民眾 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呢 這個電價 這個免賬的範圍 調高到500度以下 都不必 都不會調漲 那如果是小商家的話 是1500度嘛 這個也不會調漲 所以 其他確定會漲 對 其他的話 已經做出決定 這部分會調整 會漲啊 是 最好動漲 你知道為什麼 現在全民的經濟情況啊 人民的生活苦哈哈 當初 當初 馬政府的時候調漲 你們所有的立委 在場的有好幾位啊 他也說 反對調漲啊 漲價內閣啊 對不對 帶動物價上漲啊 那這些惡夢又重演了啊 這個 當初民進黨委員他提的 他也是覺得動漲啊 那你們自己也講說 十年內不漲 結果 你毀棄了自己的承諾 院長 你如果四月份 開始調漲電價啊 萬物起漲啊 民眾的生活苦哈哈 受不了啊 剛剛院長講說 部分會漲 有一些不漲 可是 提醒院長啊 肝跟尾 有年代的關係啊 你一漲了以後啊 這個跟 這個火苗一樣啊 心心之火 可以燎原啊 一漲了以後 連接 工業漲 商家也漲 連滷肉飯 連飯糰 民生用品通通都漲啊 這個不可不慎啊 本席還是建議啊 這個時間啊 不適合漲價 你長你要小心啊 我跟你說明喔 你剛剛講的反應 民生的這個感受啊 其實政府也是這樣的認知啦 就是說如果物價調漲 那民眾生活困難 這個大家都不樂見 那甚至於說 我們要調漲這個電價 要跟民眾多說一分錢 政府都應該要謙卑謹慎 目前 行政院也是持這個態度 但是呢 過去呢 立法院 大家朝野 制定了一個 電價 這個調漲的這個機制 目前就是跟著這個機制走 但是呢 也為了要避免 就是物價 如果全面性的調 電價 如果都不分 不分這個 使用 電量的大小 然後全部都調漲的話 我們的確是擔心 會發生剛剛羅也員 所講的這個事情 那所以呢 我們做了一些補救 就是說 500度以下的民生用電 不會調整 1500度的小商家的用電 也不會調整 目的就是要達到羅也員指教的 將對民生的衝擊 能夠降到最低 希望能苦民所苦 真的漲價下去 一般的基層民眾 都不調 會受不了 是 剛剛在講說這個用電的問題 因為是你們講說不缺電的 既然不缺電 本席是來自新北 你們又在深奧 要準備要蓋 火力藍莓發電廠 本席在這裡 堅決的表示 反對的意思 因為你在那邊蓋藍莓發電廠 我們接受你的愛心 用愛發電 但是你不要用民眾的肺來發電 你如果在深奧發電廠 開始啟動這1000億的藍莓電廠的計畫 以後東北季風 整個北北基 整個台北盆地 無一幸免 那個PM2.5 那個空氣的流化物的汙染 汙染了整個北台灣的天空 甚至今天因為講交通 金瓜石 酒糞 還有海邊 大概有100多艘的漁船 生計會受到影響 整個環境受到汙染 我們希望院長 能將心比心 試想 如果深奧電廠啟動 未來所有的小朋友 要戴著口罩去外面上體育課 這個場景 令人心痛 所以 希望政府 懸崖勒馬 不要做出 讓大家 懷疑 讓家家難過 讓大家不願意的 這個電廠 希望 趕緊踩煞車 另外 用電的原因 我們也希望 政府啊 在過去的評估當中啊 屢屢犯了很多的錯誤 台灣性計劃是缺電的 不是不缺電的 我們應該打破這個美麗的謊言 趕快來召開全國能源會議 全國能源會議 有沒有可能來召開這樣的會議 我留言說明 其實 現在我們的備轉容量 都有 百分之六左右 備轉容量 講一次 社會可能比較能夠理解的話 就是安全存量 我們發的電 在用掉之後 還剩多少的這個量 現在大概有百分之六了 但是呢 雖然是整體台灣的發電 的備轉容量是百分之六 可是呢 北部是不足了啦 北部用電 是全台灣的區域用電裡面最多了 佔了百分之四十 可是它自己的發電 才百分之三十四 它還有不足百分之六 所以如果有人 我們 你 我雖然是現在 後來去台南 但是我也是新北市的孩子 我們都關心 北部未來的發展 如果北部未來沒有辦法區域供電的話 北部未來整體的發展 是會受到影響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 行政院不得已 我們升到電廠一定要 一定要蓋 為了北部的發展 但是呢 我們用超超連接 這樣的機組 來降低空汙的排放 院長啊 我們不會讓 我們不會讓空汙 因為升到電廠 成為北部憂心的問題 汙染還是會存在啦 如果真的可以用乾淨的煤啊 林口先用啊 台中就先用啊 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啦 大林高雄大林也有用了 用的還是汙染嘛 還是汙染 我們反對用廢發電啊 那這個 因為今天是交通啊 本席來自地方要爭取啊 環狀捷運線啊 今年底啊 我們不斷的爭取啊 即將完工通車啊 本席主張啊 捷運環狀線的南環的部分啊 趕緊啟動 讓大坪林決定在這邊可以延伸到動物園 另外 本席 長期推動 希望中央支持的 捷運深坑石定線 希望拜託政府啊 趕快定案 趕快來推動 還有一個就是喔 動物園那邊本席建議 推動一個輕軌 直接接到101 打造整個方便交通網路 拜託啊 院長是不是可以大力支持 這方面其實 好 謝謝樓委員 謝謝賴院長 下一位請李委員昆哲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主席請下賴院長 賴院長 請賴院長 你好 大院長你好 首先有兩個問題要救教於大院長 大院長剛才說到 關心人民的生活 是政府最重要的一個責任 是 你要多收人民 一分錢 政府都要做最審慎的考慮 以及啊 說明 那當然 大院長也非常關心物價上漲的問題 那現在是數位時代 資訊爆炸 有很多的新聞被扭曲 或者是特定立場的農場新聞 所發布出來的 也會扭曲院長原本的意識 那我最近看到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數位媒體 或者是相關的不同立場的委員 也在攻擊院長 就是說院長提到 物價上漲有五成以上的民眾 不會受到影響 這個到底真實的狀況是如何 來請院長說明 是 感謝李委員的指教 因為我的背景是學醫的 我是學實證科學 沒有一個人有辦法知道 到底有多少的人 會受到物價的影響 有多少人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是不可能去講那樣的話 那禮拜二的質詢裡面 有委員提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特別講到 這幾年來 薪資停滯 都沒有上漲 第二個他是說 電價又上漲 恐怕會帶動 民生物價的上漲 那我的回答是說 第一個 因為委員的支持 所以立法院通過了 軍公教調薪3% 後來呢 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 也有調查到五成多的 私人的企業也有跟進 我的意思是說 並不是委員所指責的 這幾年來 薪資都沒有調整 其實政府也非常關心 民眾的家訓與否 那第二個呢 因為他提到 賬電價的問題 除了剛剛羅委員的指教 我有說明 政府有採取了一些措施以外 那主計總處 那也有做過評估 大概針對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會增加0.8% 也還在2%以下啦 一點多的範圍內 那應不致產生大的影響 所以 通篇的答詢裡面 我完全沒有講到 因為電價 如果調漲的話 會有五成多的民眾 不會受到影響 這個院長必須要說明清楚 因為院長來自民間 也是來自辛苦的家庭 你知道對人民生活的 這樣的一個重視 那第二個 我要請教院長 2025是我們的 這個非核家園 是我們共同的一個目標 那現在院長 也必須肩負起全民 用電的一個安全的基本保障 那今天早上 媒體在請教院長的時候 有關於 和二長二號機 跳機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那院長提到說 這是預期之中 那這邊我就要請教院長 你這個預期之中 到底是 用電機制安全的預期 還是說它跳機板 就是一個預期的狀態 來請院長說明 感謝李委員 因為核二長二號機的再轉 初期階段 會出現一些問題 但是呢 因為它經過安全查核 原能會的安全查核 它有一些安全機制 所以我面對早上 記者的這個詢問 我主要所謂預期內 是因為有安全的機制 因為那這個 這一次的跳機也安全停機 我所謂的預期是指安全的機制 並不是說我們事先有辦法掌握 整部核二長二號機 哪一個部分會出問題 我想這沒有人有辦法掌握 如果有辦法掌握的話 我相信不會讓它發生 院長這邊我要再次提醒你 重視人民的生活 這也是你從政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對於物價的上漲 對於用電的安全跟保障 都是院長人物龐大的一個責任 那今天我要針對整體的地震預警系統 要跟院長來做一個請教 就是說我們台灣每年發生的有感地震 是高達700次以上 那台灣也在太平洋的地震帶上 因為菲律賓海的這個板塊 跟歐亞板塊的擠壓 所以台灣的地震是非常平緩 那地震平緩 我們對於地震的觀測跟預警 是很重要的一項工作 那我要提醒院長就是說 我們現在地震發生的一個來源 規模6以上有7層都是在東部的海域 那規模7以上的地震會有8層以上 也是來自東部的海域 那別忘了東部海域還有一個琉球海溝 琉球海溝跟福島地震所發生的一個大海嘯 它其實它的地形結構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在過去我們就提出所謂的媽祖計畫 媽祖計畫就是所謂東部的海南觀測系統 媽祖計畫它分成三期 第一期是40公里 第二期是70公里 總共115公里 一期跟二期都已經完成了 它設置了三個地震的觀測儀 還有海嘯的壓力計 那這115公里足以保障 台灣免於地震的恐懼嗎 顯然是沒有辦法 我要提醒院長就是說 日本的海南觀測系統 多達7400公里 我們只有115公里 他們的地震觀測儀跟海嘯的壓力計 多達450個 台灣目前只有3個 這對地震的預測跟觀察 台灣真的是做得非常的不夠 我們希望院長 擔任行政院長 能夠建立完整的一個地震的觀測系統 還有預警的系統 就是國家級警報 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 能夠讓民眾在第一時間 認為國家是存在的 國家是保護他們的 國家在第一時間能夠通知他們 因為這樣的一個海南觀測系統 現在要做第三期 第三期已經列入前瞻計畫 第三期就是在延長540公里 就是在東部的海南 一直延伸到恆春接到屏東的坊山 由中華電纜站上去接起來 那它預計還要再增加6個地震觀測儀 還有海嘯的壓力計 那這樣還是不夠的 因為如果我們在第三期完工之後 當然有它預期的效益 它會增加10秒左右的地震預警時間 從海上發生之後 有10秒時間會傳到這個路上 讓大家知道 會增加大概5秒以上 路上地震警報的一個準備的預警時間 那海嘯更能提早20分鐘 告知我們的民眾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現在要請院長就是說 我們針對東部的海域 地震的海南觀測系統 預算要一次編到位 因為每一次這個海南牽線的錢 你出去一趟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是很巨額的一個經費 如果你分成數次 那會對國家的財政也會造成負擔 希望能夠編組一次充足的經費 請院長說明一下 好 感謝李委員 台灣是一個地震頻繁的國家 特別是重大的地震 也常帶來重大的傷亡 所以過去政府呢 特別關注在東部 因為六級以上的地震 有七成的是發生在東部 那七級以上的地震 有八成是發生在東部 所以從東部一二期先開始做 那你剛剛指教了第三期的這個部分 政府責務旁貸 會持續編列 那詳細的情況 我請賀城部長簡單跟你說明 這邊我要提醒院長跟部長 就是說一二三期 一二期做好了 第三期我們現在要施工 預計是一百零九年 希望能夠順利的完成 我在這邊要提醒 我們要第四期 四期就是南部的海域 因為南部海域有馬尼拉的海溝 這樣的海溝 我們再往南延伸250公里 增加二字四座的地震偵測儀 或者是海嘯的壓力計 能夠更有效地掌握南部地震跟海嘯的行程 以及相關預警的時間 這對屏東 高雄 台南有很重要的影響 這個請院長跟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第四期也要納入 部長說明 林委員 您關心的第三期 就如同您講的 已經在前南基礎建設裡面一次編足 13億 這個540公里 加上六座的觀測站 我們會極力全力來做 越早完成 就越能夠構成一道我們的防護網 有關向南延伸250公里的部分 我們也正在跟科技部來爭取看看說 納入到整體的科技計畫裡面去 看必要的時候 我們也在前南基礎建設的滾動性檢討裡面 我們再看看是不是也把它當成是整體計畫 我們來共同推動這件事情 好 先請院長跟部長先休息 我現在請教NCC的主委 就是有關於災害告警系統 我們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政府機關 接下來政府機關所發布 所接收到的訊息 傳到國家災害防治中心 就是國家災防中心 接下來是細胞廣播系統 接下來是民眾的應用端 那在目前整個測試的狀況 一開始只有在實定 林口 路股 車程滿洲這種小區域 而且是小人數的這樣的一個少人數的區域 在做測試而已 經過我105年一直來提醒NCC要做大範圍的測試 現在已經有在2月有做北部的測試 3月做中部的測試 4月我希望能夠做南部的測試 來 說明一下 是 這個部分跟委員說明一下 委員一直持續在關心這個 從系統的建制規劃到測試到現在具體落實 那我們測試的狀況是這樣 在去年之前確實是比較是局部性的跟分區 但是從今年開始我們現在就是說 會規劃每一年1月5月跟9月 我們會有全國的全區的 另外在期間就會有剛剛委員提到的 北區 中區跟南區 921全國測房日會做一次全國的測試 那我希望在921全國測房日全國測試之前 再做一次全國的測試 因為要事先告訴民眾 民眾現在不會說因為你的這樣的一個 災訪告警的訊息會干擾到他們 只要你有體檢的說明 那民眾也希望能夠測試 因為現在每次到地震 民眾都會抱怨是不是被國家遺忘 是不是沒有接收到相關的地震訴報 或地震報告 地震訴報跟地震報告是不一樣 地震訴報是規模5震度4級以上 或是台北市3級以上 就會收到第一時間收到地震訴報 地震報告是其他的地方政府 如果收到3級的這樣一個地震的時候 在地震之後的幾秒或是兩三分鐘之內 會收到完整的一個地震報告 這是不同的 那我們要做完整的一個測試 因為在過去我們會說 是因為司機還不夠普及 以及手機老舊 所以相關的測試 民眾有的會收不到 但現在司機普及了 民眾的手機也逐漸的一個太換 現在是系統整體的一個改善 還有測試的範圍要放大 區域也要放大 來更精準的讓人民接收到 相關的國家級警報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全國性的測試 在今年1月已經做過一次了 然後委員關心南部的地區 我們4月會做南區的測試 那在如果9月多 會有一個全國性的話 那5月的這個 regular的全國性的測試 我們也會來做 很重要 因為報告院長 現在有8個機關 他們要發15種訊息 這15種訊息 有國家級警報 也有緊急警報 也有警訊通知 這三種不同的 像3月31號 台北市針對火山 他們要做火山的一個預報 來這個請主委說明一下 是 那剛剛跟委員說明的 就是我們比較 就是比較有這個計畫性的規劃 但是我們也因應地方政府 如果他有特殊的需求 所以比如說 因為最近大屯山 有這些相關的訊息 所以台北市政府 他也會在3月31號 做火山部分的這個 疏散的通知 我要提醒院長 跟部長還有朱委 是 國家級警報 緊急警報 還有警訊通知 是政府啊 在第一時間 能夠告知人民 不管是地震 核災 防空警報 土石流 蠔雨 或者是颱風 放假相關的訊息 都能藉由 這樣的一個國家災訪中心 透過災訪的一個 細胞廣播系統 傳送到每一位民眾的手心裡面 讓民眾在第一時間更能夠 謝謝 謝謝 李委員 謝謝賴院長 謝謝賴院長 下一位請中委員嘉賓 執行時間15分鐘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院長跟政府機關首長官員 我就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中委員你好 院長辛苦了 那麼剛剛好幾位委員的諮詢 已經充分的將過去這段時間的紛紛擾擾 院長有清楚的說明 我們來談一點國家長遠重大的事情 好 來我們看一下葉文這部電影有沒有看過 沒有 沒有 我今天不是要談葉文的電影 我是要談後面的一個醫師 好賣個關子 院長是醫師出身 是 從健康的觀點 醫學的觀點 你認為人有沒有一個比較適當的體重範圍 健康的範圍 沒一個人嗎 對對對 有沒有一個標準 如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就是說 就身心 體重 體重 是不是有個EMI 有啊 有啊有 有個EMI對不對 所以呢 對不起 畫面請往下跳 有個身體質量指數嘛 有BMI 對 BMI呢 是不是我們一個醫學跟健康上一個合理的 適當的範圍 好 那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人口 把國家的人口比喻成體重的話 你覺得一個國家的人口 有沒有比較適當的規模 比如說台灣 你覺得台灣的人口的適當規模應該是多少 這個問題值得探討 但是可能社會或是學者 好像沒有針對台灣適當的人口做出定義 沒有錯 但是國家的一個大政方針也要一個想定 比如說台灣到底現在是2300多萬人口 適不適當 太多還是太少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討論人口最適規模之前 我們現在談一個什麼 少指化是國安危機 那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很擔心人口減少 是不是這樣子 沒錯 表示我們台灣的人口現在是一個 相對大家認為合理的範圍 對不對 但是還是要做比較精細的討論 是不是可以請國發會做這件事情 是 可以嗎 好院長答應了 來請看下一個 目前台灣從1941年的625萬到去年 是2357萬 其實從明年開始 台灣的人口就已經緊繃了 估計會慢慢逐漸下降 什麼原因呢 我們往下看 決定人口數來自兩個 一個是出生數 一個是如果你有接受移民 移民進來的數量 你會決定一個人口 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會有成長或減退 再往下看 其實目前如果以一個穩定的人口結構來講的話 理想的總生育率要多少人你知道嗎 一對育齡婦女 每一個婦女中期一生 理想的生育數是多少 才能維持你這個最式規模維持下去 就像我如果現在是標準體重 我要吃多少卡路里 我才能維持我的體重不會增加不會減少 大概是多少生育率 2.1啦 因為有些會夭折 所以呢 還沒有成為育齡婦女 會這樣 那你知道台灣現在是多少嗎 1.17吧 1.17是前年的數字了 其實呢我們來看一下 育齡婦女的婦女人數乘以總生育率就是出生數 我提醒院長看兩個年代 一個是2001年 2001年 1986年 先看1986年 1986年台灣的總生育率從2.46 這五年內掉到了2.1安全值以下 同年呢 1986年 我們出生數 嬰兒數啊 從42萬掉到了31萬 那但是呢我要提醒院長再看第二個年代 第二年代是2001年 2001年呢你看 前面的成長到2002突然掉下來 而且呢 在2001年呢 我們的出生數跌破30萬 到現在去年呢 我們總 全國的總出生數只有19萬 2001年發生什麼事情 2001年你看最左邊的育齡婦女人數 2001年的育齡婦女人數已經到了巔峰了 未來我們的育齡婦女啊 只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表示說生育率維持不變的情況之下 出生數還是下降 我們看一個數學題目 假如說有三個育齡婦女 她每個人都生兩個 我們會有六個小朋友 如果育齡婦女減少到只剩兩個 我們要生三個才能補回來 這個數學院長了解啦 我們不能只看生育率 還要看我們現在人口結構中 育齡人口的婦女當中 她如果再逐漸減少 我們還要多生把它補回來 才能達到最次規模 往下看 那請問一下你知道 上次 最近一次台灣鼓勵生育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 日日時代 對 太平洋戰爭 你知道那時候要生幾個嗎 答案出來了 我們阿嬤那個時代 她經常說 她說她很厲害 生七個有辦法領到金牌 我的阿姨阿姨就有七個 但是我阿嬤沒有領到金牌 因為她當中有四個是在 中戰之後才生的 領不到金牌 但是這個時代 是要假生才能領到金牌 但是民國五十年開始反過來 那時候開始怎麼樣 要求捷育 院長還知道什麼是3321嗎 就是結婚三年才生第一個 兩個恰恰好 男孩女孩一樣好 為什麼要強調兩個男孩 男孩女孩一樣好 因為多生的就是為什麼 要拚一個女孩嘛 好 所以減少胎數 很重要的是延長生育的間隔 好 來 先看下一個 現在我們要鼓勵生育 全國適用的 大概裡面目前呢 只有二到五歲之間 得不到一個補助 地方政府就補足了這個缺口 各地方 包括你過去來自的台南市 也有了獎勵生育措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六度的生育措施 六度當中的二零一年開始 台北市 新北市 包括台南市跟台中市 就在實施生育的補助 高雄在二零一三加入 到了二零一六年 你看一看 有沒有影響 其實台南跟高雄 低於全國的平均 台北跟桃園高於全國平均 跟他有沒有生育補助啊 有沒有關係 你看一下喔 拉高的那一條 在二零一二年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不管有沒有生育補助 所有的都拉高 二零一二發生什麼事情 龍年嗎 對 就是龍年 所以龍年比生育補助 對生育率的刺激還有用 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呢我們看最典型的 2015年拿到冠軍的桃園來看 桃園人口成長很快 是因為生育高嗎 抱歉不是 過去三年他每年都超過四萬人口 2015年他的出生是佔了一萬 但是呢一路的成年人呢 超過了四萬 也就是說整個桃園人口成長 出生的貢獻只有都一萬而已 其他的都是戶籍搬進來的 幹嘛 年輕的父母啊 搬進來準備要領生育補助啊 還沒有生他就賺了兩個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生育補助不見得能夠刺激生育率 但是會造成島內的移民 造成人口的分布的結構變化 來我們看一下 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 不同世代在現在 現在好像做做的那一代 大概生七個 做阿嬤的呢 大概生三個到五個 像我們這個呢 生兩個到一個 現在年輕的 生差不多一個一點而已 這是不同世代的父女的生育數啊 你看到沒有 最年輕的 30歲以下的 生1.12個 好我們來看下一張 那什麼事情 決定了這個事情呢 高等教育的擴張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在1985年 開始重新設立大學之後呢 很多18歲 20歲的女性 她可以有訓練大學的機會 所以你看到了在1996年 開始 大學超過專科 到了2001年 大學到了頂峰之後 我們的生育率 大概就是在現在 40到49歲的這一批 極速的下降 我們來看下一張 從這裡看得到 從早期 1983年 結婚大概是21歲結婚 一個女性 24歲生投胎 的確是三年 到了2006年 結婚已經延後到25歲 因為要念完研究所 生投胎什麼時候 31歲才生投胎 你想想看 生投胎越後面 胎勢就越少 當然人口就減少 再看下一頁 所以呢 過去父母的生育考量 是怎樣 小孩子是賺錢 勞動可以增加 讓他吃到國後鼻子 可以留餐 可以去學生 可以增加家庭的修律 是不是這樣 貴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小孩子養到12歲 15歲 他就能幫家庭增加經濟收入 現在不同啊 現在孩子是父母的甜蜜負擔 你要維持到幾歲 你的小孩 你要支持他到經濟上 知道他幾歲 大概幾歲 在研究所畢業吧 對嗎 那25歲了嘛 對嗎 所以你覺得沉重的負擔 才是父母 考慮生育的原因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哪些費用最高呢 我們在講生育補助 幼兒幼托照顧 抱歉 多數的父母認為 養兒育女 最重要的支出是什麼 不是懸領錢 是未來要念到 國立大學 有一個比較 收費比較可以負擔的 好的學校 我要投資很多的補習費 然後呢 因此我來看我的結論就是 跑出來了 如果真的要獎勵生育 要解決父母對 子女養育負擔 升學的優待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院長 你就聽到這裡為止 有沒有有點感覺了 好 那麼什麼人有升學優待呢 這些人有升學優待 升學優待不是一個 國家不能採行的政策 我們的退伍軍人 對於少數民族 我們都有這樣的優待 這個優待有什麼限制呢 我們看下一張 退伍軍人的優待呢 它是什麼 兩個目的 第一個回饋 因為它保家衛國 我們這櫃邊的雙方都知道 你如果說 先做兵回來科大學有加分 為什麼 因為你保家衛國嘛 第二個 因為你學習中斷嘛 你先去做兵嘛 你才來科大學 科研究所 所以呢一種補償 回饋跟補償是我們升學優待 對退伍軍人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措施 來我們看下一張 那哪些事實上可以給優待呢 升學 就業 升遷 公務人員應檢通過比較高 有比較高的加分 有拿到金牌的體育選手 在我們屏東縣考老師 我們有加分 但是什麼東西不能加分 醫生有加分的 沒有 原住民可以因為加分 念到醫學系 但是考醫師可不可以加分 不行 不行嘛 這就很清楚 機會可以加分 但是能力不能加分 好 因此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今天我們給 生育補助 我們加上了 升學的加分優待 你認為要給生第一胎的 還是生兩個的 還是生三個的 你要選哪一個 應該是生 第三個吧 不錯 院長你生幾個 生兩個 好 來我問過一些 還有生育能力的 不是 我不是說院長沒有生育能力 我問過很多 你覺得會不會 這個家庭會考量 這個家庭會考量 因為我們都已經過了生產的年齡了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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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女的先生太太都一樣 不過有一個差別 先生說要搶的就好了 太太會加一句 要跟一個母 聽到有沒有 要跟一個媽媽啦 不然你去外面生的孔孫生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說在行銷上的策略呢 我們加價購 鼓勵你多消費 才是它增加消費量的重點 我有時候在吃牛奶的 你牛奶那麼燒我才不會買 我有在喝牛奶的 你牛奶第一次打五折 我給夾買兩隻 這就是我認為 胎次的獎勵措施 才是為了提高生育胎數的重點 好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名字有色嗎 以前阿祖的時代叫做夢期的 大嬤有的 以前阿嬤的時代叫做夢期的 到我們那個年齡呢 女孩子呢 如果家裡都是女呢 通常有個叫雅男 雅男就叫做雙男的 但是呢 我現在很多朋友呢 他們有一個笑話 說雙胞胎姐妹考試啊 老師發考卷 科熟分 考十分啊 妹妹 科零分 你覺得他考幾分 考零分 所以他爸爸媽媽決定 再生一個不管男的女的 叫什麼 科吉爸 科吉爸 那我有一個年輕的朋友 我太太要幫他介紹女朋友 他說 你有沒有做結婚的交往的準備 他說我何止以前文會前提來交往 我連未來的小孩都想好了 他姓蔣 他說未來的小孩叫什麼 講學金不是講笑話 那我太太就怨我啦 他說你這個中 你叫中嘉賓 我本來想要生一個女兒子 最好呢他生出來的叫中嘉賓 以後考試就不用擔心 院長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非常好 非常好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 所以呢我是說 遇到第三胎生育獎勵 所以用升學的加分 有人會提到說 有沒有公平的問題啊 你覺得有沒有公平的問題 為什麼我生兩個沒辦法加分 他生三個 頭前兩個都可以順便加分 有道理嗎 第一 我要是生三個 我比別人多生一個 我有 你要國家 我有對國家有貢獻啊 生兩個到生一個 對國家沒有什麼貢獻 身體生一個 像我這種的 是要兼得加水 但是呢你生第三個 你是增產報國 然後呢你生三個 每個孩子分配的教育資源 都比較辛苦嘛 那麼少嘛 所以你給生三個 尤其是哥哥姐姐 我們大股 我們媽媽那個時代 頭前的長男長女 有時候教育機會 都讓給弟弟妹妹 因為他要先去工作 幫助後面的弟弟妹妹 可以接受教育機會 所以呢 第三個加分寶寶 應該把前面哥哥姐姐 因為家庭負擔沉重 而損失的升學機會 都把它彌補回來 院長你覺得是有沒有道理 當然這是個方向啦 是 然後如果說 誘因會比較強 誘因會比較強 生第三體 照三個都加分 沒有 有講平沒有啦 阿祝我生第三體 各個各個各個都加分 你們有效嗎 現在當然這會牽涉到 你剛剛講的公平的問題 是嘛 但是我剛剛講的 回饋跟補償啊 他多生他們家庭的 教育負擔沉重啊 你給他加分 就像退伍軍人一樣啊 我為了國家去 你要回饋我啊 我學習中譚是這樣子啊 所以呢我看下一張 現在呢城鄉差距很重要 過去的大學練考是像右邊這樣子 我們在常態分配當中 我們取絕對值最高的人去念國立大學 但是現在繁星計畫你知道嗎 什麼是繁星計畫 繁星計畫說 不考量到城鄉差異 以該城鄉所在的PR值 你知道在你們那個地區 前面比較好的 就讓你有機會念國立大學 你覺得合不合理 這合理啊 合理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加分寶寶啊 這個制度的人建議什麼 要 要由非六度的地方先實施 可以幫助我們城鄉均衡 你上面這不用擔心的 你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嗎 這我們可以研究啦 因為現在就是說 你要不要把整個社會 最重要的一個方向就是 就是 多生育啦 因為還有很多重要的元素 你必須要去考量啊 是 所以你要主張又托要改人這個問題 好 謝謝中委員 謝謝賴院長 我到現在就結婚了啦 下一位 我們 來 葉委員 宜君之質詢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 書面達呼 並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下一位請孔委員文啟 諮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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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委員你好 賴院長你好 賴院長你好 這個牌子 就是 戰架內閣 無能總統 這個牌子 是 民進黨在幾年前 當時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張架 後來就召開一個記者會 所以呢 這個叫 張架內閣無能總統 這是比照民進黨 30匹馬英九的時候 但是我今天在經濟委員會 我看到我們賴內閣啊 一上任之後 就調漲了電價 為什麼要調漲電價呢 那你說要電價 費力審議委員會 開會通過 那蔡英文總統說 十年之內不漲電價 但是她現在上任還不到兩年 快滿兩年了 就漲電價了 那從事業份起 開始漲電價對不對 要漲3% 那你剛才也說明了 500度以內的民生用鏈 不漲 1500度的商家的用電 也不漲 但是還是有15%的 這個我們民眾 會漲電價嘛 所以 你覺得我們這個漲電價 蔡英文總統講的 不漲電價 這個是用口號治國嗎 還是說她可不可以做得到 這跟口委員報告 所謂不漲電價 是只不會因為推動 非和家園而漲價 那這一次的 電價的調整 是 電價審議委員會 考量到 能源 價格 國際市場的價格提升 那必須要依據公事 然後去調整 我想那個是 兩件不同的事情 但是蔡英文總統 她為什麼講說 她上任之後 十年之內就不漲電價 她還講了一句話 她說限電跟核電 不會讓人民痛苦的 從裡面選擇奇異 那現在是限電也有 核電也出事了 那核二重啟 核二重啟 是不是賴院長 您上任之後的一個決策 的確是我在我的任內 決定的啊 那我也跟立法院各位委員報告過 因為核二常二號機 是大修之後申請再轉 這個是屬於他們自然的程序 那能不能轉呢 我們要看原能會有沒有通過安全查核 那因為通過了 所以就讓它再轉 然後再轉的初期 當然碰到這個蒸汽法的這個問題 那機組呢也一如原來 原能會的這個安全查核 它安全的機制發揮那個功能 也讓整個核二常的二號機 安全停機嘛 那核二常二號機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跳機咧 又轉不到一個小時 經過原能會的一個安全的把關 然後呢 我們交易委員會立法院報告之後 才能重啟 然後在我們二十七號 週五十二點五十五分 開始病聯發電 然後隔了一天下午一點二十五分 升載過程中止偵訊到 訊號超過正常範圍 反應如急停 今天經濟部說沒有核案的問題 院長你覺得核二常二號機 跳機有沒有核案問題 這是結果的關係 這一次核二常二號機的跳機 那有經過檢測 並沒有輻射外洩 因為它的安全機制發揮的功能 所以它自動的安全停機 大概整個情況是這個樣子 那你認為為了核二常二號機 有沒有人要應該為這個事情來負責呢 因為它是一個跳機 我想任何的要求都應該 就是說包括台電包括經濟部 都應該更加的審慎 去從事後續的程序 那我早上也在大院各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已經有公開報告 後續的這個程序一定秉持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安全第一 那第二個呢 專業來決定 要不要繼續如何開 或是如何繼續有專業來決定 那第三個一定要按照標準作業程序來進行 那言論會主委 謝曉昕他發言 他說核電廠如果不跳機才更慘 也沒有發生核案問題 他不知道他要負什麼責任 你覺得言論會主委 謝主委講這句話妥不妥事 我想他也許可以講得更清楚一點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機組啊 他的安全機制有發揮功能 所以安全停機 他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沒有安全停機 然後有問題還持續運轉的話 那可能輻射線就會跑出來 這個時候情況就會更嚴重 他是就兩個情況在比較 目前安全機制發揮功能 那當然自然而然沒有輻射線外洩 那這個情況是比較小 那個院長那個早上我們有學商 1月10號以前 你會來做一個專案報告嘛 就是能源政策的專案報告 能源政策的專案報告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能源政策 都是朝穩健檢核的方向 因為本習是認為啦 核二廠二號機重啟發電 核三廠稅修之後也要發電 那這個核一核四我們不談 核二核三都要重啟發電 那我們整個全國的這個能源政策 本習是認為啊 應該是要召開一個能源安全的國事會議 那這個從裡面呢 作為一個我們行政院長 你要坦率的要誠實的 要跟我們國人說明 跟我們的能源政策 要做怎麼樣的調整 我們才不會供電才不會有問題 電價也不會漲得太高 這個部分應該要做一個徹底的檢討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要召開一個能源的國事會議 我會率領相關的部會 先來立法院做報告啦 先來做報告 那至於要不要開全國的能源會議 之前馬英九總統任內有召開過一次 那我有參加 那其實很多意見 目前其實都有在執行 所以甚至於將來電業法 再做一個調整 再做一個修正都可以 依據能源國事會議嘛 因為我們那個電業法 那邊都定得很死了 那如果說要檢討要修正 也可以做一個檢討跟修正 立法院後續的作為行政院尊重 但是我已經在早上的朝委協商裡面 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我會在5月10號之前 會率領相關的部會 來到大院做能源專案的這個報告 除了專案報告之外 院長也不反對召開國事會議嗎 能源國事會議 這部分我們先 我先到立法院來報告之後 我們再看 好 那那個 接下來我來問幾個交通的問題好不好 那個我上一次有質詢院長 就是本席最關心的中部橫貫公路 中部橫貫公路可以說是附件遙遙無期 我每次在立法院的總質詢選擇交通組 這個都是我談的議題 談了幾屆 談了這麼多年 那個我們交通部長換了幾任 特別是我們賀成 但部長呢 他是這個環保有序發展比較重視的部長 但是確實我們很多中部地區的 這個大離山地區的 都很關心這一條路 這一條路 中橫公路 當時老榮民蓋的這一條 我認為是我們台灣最偉大的公路 因為它的工程實在是非常浩大 然後這個是通到 從台中通到花蓮的 一條中部橫貫公路 那我們不能輕言放棄 那中橫公路 我就簡單的問一下 你說現在又要推到2027年 才能夠進入安定期 莫拉克風災到現在 人家說15年之後 地質就可以穩定了 那你現在又往後推 那弄一個第一期完畢了 101年到104年 那現在又來一個第二期 105年到109年 那個什麼地貌 古關道德基段 地貌變異分析 安全可行性評估 探討服務工作 第二期 你們都在做安全評估 然後認為2027年 才會進入安定期 你要讓我們大離山地區的子民 從921之後 要等30多年 才能夠恢復這個中橫公路嗎 包括孔委員 您昨天也在交委會有指教 關於中橫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是 近代它這個地質穩定 有一些部分 它適當的用一些便道 或者是車子 比較小的車子來通行 我們也會在這個安全的考慮之下 跟地方上面來合作 所以關於037 就是在這個前提下 從104年開始 我們也編一些錢 做一些改善 那當然它整個通達的範圍 跟這個也許寬度不是很夠 這個上面跟地方的期待有差距 但這個上面我們還是盡量 因為它只有那個台八線 就是德基到谷關的那個上線 那條路 是 差不多才十公里左右吧 十幾公里 對的 才十公里啊 所以這一條路 如果修好的話 中橫公路就前線通車了 我是說整體來講 我們可能還不能夠完全 達到大家的期待 但是局部有一些狀況 我們可以在適當的季節 或者車輛比較小的時候 我們願意來考慮地方上面的一些特殊的需要 我們來做安全上的管制 讓它做局部的安排 那麼希望這個整個大地的安全 還是請大家 部長我三次總資訊 你現在答覆也是 從你那邊聽不到 什麼可以有解決的方案啦 所以我現在指望賴院長 什麼時候我們大離山地區啊 才能夠擁有安全回家的路 所以這個我三次 是 感謝孔委員 剛剛賀陳部長已經有跟你報告 其實第一期的大概9.2億吧 以三年的時間 這個已經執行完了 到今年已經執行完畢了 所以已經有對 有具體回應孔委員的要求 第二期跟第三期 可能真的還是要去進行 地貌的變異性的調查 如果穩定之後 當然責無旁貸 政府會來從事做這個工程 那你這個 你這個第二期的這個調查 如果不完備的話 你勉強去執行這個工程 也不會有成果 好 那個我想 那一種我希望這個 剛才我聽了陳雪生委員說 什麼跨海大橋 這個將來要花一千多億的 沒有 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那一直到 那前面是六千多萬嘛 我剛才看了那個表啊 我們這個大概只要幾億就可以完成了 好 第二條那個南橫公路 南橫公路我這個常去的 這個我是從那個台東縣海端鄉 立道村啊 往那個立道 到現在為止啊 南橫公路公路總情是一再的跳票 本來說是105年可以全線通車 南橫公路是我們政府是沒有放棄的路 中橫公路是封山的 南橫公路是繼續沒有再放棄的 你們說105年通車 現在你們給我一個報告呢 你們說台二十縣108.5K到153K 你看有幾個工程段啊 在134.2K的這個地方 下一張 有一個這個107年的十夜開工啊 然後到109年12月才完工 135.7K五熊橋 107年十夜開工 要到110年2月才完工 然後最下面一個146K到147K 你們是108年十夜開工 要到110年6月才完工 部長 是 我代表我們原住民的立法委員啊 特別是代表我們南部地區的布農組 本來是105年可以完工的 你要再拖到110年 我們還要再等三年嗎 是 我們原住民不能再忍受這個三年了 是 這個委員這個我必須跟您說明 這個不是我們有任何耽擱 這是大自然的一些狀況 同仁其實真的都是在生命危險當中 來搶工 來趕著把這些 包括路如果還沒有修好的話 就怎麼樣把便道弄得更安全一點 但是每次一旦到了這個訊期的時候 那些便道就會沖毀掉 施工也會比較困難 所以有時候不是我們在耽擱 真的是大自然的條件 使得我們 假如說原來的公期有延後的話 也實在是情非得已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分兩階段 這個工程到底什麼時候 本來我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質詢 你們說105年可以前線通車 現在是一言再言 是確實有延後這個很非常抱歉 但是這個不是同仁不努力 我們現在這個兩階段也是覺得說是 不能夠在大家一起都等待110年 所以搶著說是有一段 就從109年就先來做 這件事情也是在大家要求之下 我們盡量來做的一個 最後我還是請教賴院長 南橫公路通車一言再言 民國105年就應該完工了 那現在我們這條路要怎麼辦 這個工程 剛剛交通部部長已經有跟你報告 政府一定會全力來執行 但是有時候 我現在不指望交通部長 能夠幫我們解決中橫跟南橫 因為交通部根本就不重視原住民 不重視 我們現在只希望賴院長 那個孔委員 其實也可以給交通部的同仁一點鼓勵 所以他們真的很用心 那有時候碰到颱風啦 天災啦 真的不是他們能夠克服的 這一點請你能夠諒解 好 謝謝孔委員 謝謝賴院長 蕭委員美琴 姚委員文志 趙委員鄭宇 賴委員瑞隆 吳委員秉瑞 之質詢均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下一位請您委員靜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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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一般年對台灣來說有一個很重要就是年代的大雙記 是 我看明天一直都有點名到我們幾個很優秀的內閣部長 像我們的徐國雄 發言林 像我們的文化部長鄭麗君 我們的唐鳳政務委員 包括我看鄭麗君部長你接受明天的訪問 他也沒有說到台北市長的選舉 他說他贊成民進黨應該自己拿名 我就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來選團 來說到我們民進黨自己的計程和未來的這個環境 我不知道這個委員長 對著你的內閣部會收場 就是來參與選舉 有什麼樣的看法 你有同意嗎 還是說你的支持鼓勵嗎 感謝林議員的關心 剛才你所提起的不僅是 齊國雄 政府委員 鄭麗君 部長 也許是唐鳳 政府委員其實比較想要都很優秀 在工作表現很好 當然社會對他們有相當的期待 還可以去地方打拼為民眾服務 不過你還有呢 現實是行政與政府的推動 同樣我們非常需要他們繼續幫忙 所以目前是沒有這個各位 希望他們去選項的項目 所以他們不去參選嗎 他個人的議員 我還沒跟他討論 但是站在行政院立場 比較希望他們繼續留在部會 到點打拼 其實還有包括像 我們青管會的顧理最主委 是 他也參選過 是啊 因為在台北市的選議 他也有經驗 是啊 他既然要選過 他也有那個服務 表示說他對做一個修圖的市長 他有那個議員 像這個如果有修圖的來過部會修長 有需要 正當勞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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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的黨 你所提供的國立委員 主委 開始是非常結束了 他也有 很好的理想和保護 我個人對他 有很大的欠陪 他這次接近 金管會主委之後 金管會主委之後 其實工作做得非常順利 也做得很好 所以現主席 我們也沒有計劃說 會讓他去選 這個地方的市長 我一樣 我也希望他繼續留在內閣 道電打招 好 謝謝院長 哪裡 院長 我要再請你一段遍 給院長看 這是我在上一個 會期的總結孫 我有提出幾個民生問題 因為民生問題最重要 我還記得院長 也經常鼓勵 如果政府政府 最重要的價格就是 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 當中我拿出幾個民生議題 包括說 這個手機遊戲 它的中獎機率不實 其實現在生這種人 人口非常多 因為這個中獎機率 沒有實在 這應該要要求這麼多 改善 包括說 我們的房子 我們的房價 這個實品制 這個推動 以及我們台灣 要建立我們自己的 新車 新車評鎮制度 就是我們的TNCAP 包括我們的自小客車 燃料費 要改造水油徵收 包括說 我們是不是要來 合理的開放 有更多的醫療器材 可以讓民眾 在網路上來告白 以及 臉書 已經變成一個 詐騙平台 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想也請院長 院長 院長 在上一個會期 都有答應這些 幾項數項 希望可以繼續來推中 可以繼續來推中 可以繼續來推中 對民生的改善都非常重要 所以行政因爲很重要 剛才我們所提起的 我們說 合理開放 醫療器材 這個網絡的問題 其實 這個也已經有 有去通過 醫療器材管理法 種種 所以都有在進行 是 剛才一定有幾次 不過我要延續 我希望沒有要提到 臉書、詐騙平台的議題 是 其實喔 臉書 有很廣泛的使用者 但是啊 它現在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 詐騙平台 我記得 我可能是 最早 講到整個記者會 一再的指出 臉書 完全不跟我們政府配合 它成為一個詐騙平台 也不理會 我們政府要跟它溝通 我聽說 我們如果發問給它 我就希望跟它討論 它都是以讀不回 那關於這個問題 我希望政府能夠重視 那我是不是聽說 院長在本週有召開一個 類似相關的一個會議 資安會報 那個是資安會報 對 這是主行安全的會議 所以 你的臉書的事情 我請詹主委幫你說明 那我待會再一起請教詹主委 我要提醒我們行政院就是說 臉書它不只是一個商業詐騙的平台 其實我能看到它更嚴重 在政治上 它已經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 西拉雷為什麼美國總統大選輸給川普 現在證明 就是臉書的假新聞抹黑 這是一個事實 臉書自己也承認 俄羅斯透過臉書 它製造了八萬則的假新聞 接觸了一億兩千六百萬的用戶 來抹黑 有負面的攻擊西拉雷 那最近 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劍橋分析資訊公司 我不知道院長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這是共和黨的一個大金主 他去成立這家公司 那因為他名字用劍橋 類似像學術研究 他從臉書拿到了五千萬筆個資 那這五千萬筆個資 它包含一個人的所有背景資料 你的個性 你的喜好 甚至你的所有消費行為 他都知道 他都可以針對你這個人 他推播主動丟 你會看的 你想看的那些新聞 一些資訊 那其中可能很多都是假的 這個事情呢 引起非常大的一個迴響 所以現在有人發起一個運動 叫做Delete Facebook 把臉書刪除了 不要了 有一家美國很出名的公司 世界最大的電動車製造商 Tesla Tesla 他的老闆 把他在臉書上 他們公司的網站 把他關掉 抗議臉書 五百多萬個粉絲 他情願不要 他認為臉書 這個公司太不責任了 所以逼著臉書的創辦人 他也出來道歉 做博客 但是他也承認 臉書的假新聞 影響了美國的大選 所以他現在 已經跟美國政府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配合 那我現在 希望提醒我們政府的 在臉書上 不是只有商業詐騙 它已經出現了很多的內容農場 我們政府當委也自己承認 是來自中國所製造的內容農場 其中有幾個也非常出名 像幾個網站 我不知道 我們NCC的贊助也知道嗎 像Coco01 像Apple01 像Bomb01 像Share001 這些內容農場 都是中國所製造的 非常清楚 賴業院長可能不知道 其中有個內容農場 他專門在抹黑 他專門製造一些動畫 故事 笑話 在羞辱抹黑賴清德院長 還有蔡英文總統 他內容做得很厲害 很精彩 中國從事這些內容農場 我相信已經 大概差不多民進黨執政就開始了 兩年來 今年2018年 我認為是中國 驗收的時候 那我擔心 像這樣子 的假新聞 美國那麼強大的國家 都會被他所影響 被臉書 利用臉書 所製造的這些假新聞 所淹沒 影響到美國大選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大選 我剛好有機會碰到唐鳳正偉 這個部分業務應該是他負責的 我說 那為什麼臉書不理我們 那政府有沒有辦法 難道他不理我們 我們就算了嗎 那怎麼處理 那唐正偉 有跟我講 他有特別提到 我們NCC 正在制定的 通訊傳播法 他說我們要有這樣一個架構 還可以跟臉書談 是不是這點是請站主委回答一下 好 謝謝委員 剛剛委員提到的問題 有三個層次 我一一都來跟委員說明一下 現在在院裡頭的一些處理的狀況 第一個部分就是這個 有關於剛剛談到的這個治安 其實不是只有臉書 包括各項大型的平台 那院長在主持這個治安會報 事實上在這個 資通安全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會報裡頭 其實就有這個犯罪防治偵查的小組 那這個小組裡頭呢 其實NCC就是要求電信業者 其實就是配合這個通訊監察 當然在法律的前提之下 所以只要有發動這個犯罪偵查的需要 一定相關的電信業者就會把這個去做配合 那這個是在治安的部分 也就是剛剛委員關心 剛剛院長主持那個治安會報 那這邊我們會持續 這裡面包括警政署檢警調 這些相關的包括經管會跨部會的協調 那治安的部分會繼續強化 有的是境內有的是境外 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關於這個 我先講隱私好了 就是說這個事實上不是只有臉書 包括所有大型的平台 針對隱私跟各自的保護 都是非常重大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這一次暴露出來的 就是表示說這些大型的平台 它本身隱私政策不夠清楚 而且沒有讓使用者能夠充分的揭露 它是怎麼去用這些data 所以現在整個國際的趨勢 就是要求他們這些大型的平台 必須要把本身的隱私政策要清楚 那這個部分就是剛剛唐政偉提到的 數位通訊傳播法裡面 就是要求網路服務的提供者 必須要有隱私的政策跟揭露的訊息 一旦有這樣的一個基礎 就可以由相關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去要求這些網路服務的提供 這個部分提一點給院長還有主委參考 歐盟最近就修法通過了 提出一個大概有史以來最嚴格的個資法 它大幅的提高它的罰金 從50萬英鎊到2000萬英鎊 如果你濫用個資的公司被它抓到 它最高可以罰2000萬英鎊 大概就7億多台幣 足以讓一家公司倒閉 它就是提高到嚴勤峻法 那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所謂的假新聞 我再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 之前不是發生那個滅箱事件 還有一個要求說什麼民進黨政府 會要求退休老師出國要報備 這些很清楚查起來 都是內農農場所製造出來的假新聞 那所謂的劍橋資訊分析公司 就是共和黨的金主 它成立這個公司 它一共拿了5000萬個人的個資 這是全世界 也不知道是哪一國的人 但是如果花錢買得到 中國也做得到 它錢也很多 那台灣我看是幾乎在個資上 我們過去做得非常不足 我就說連最簡單的商業詐騙 臉書上那麼囂張 那麼猖獗 我從去年開始提出來 我跟相關部會都提了 跟經濟部也提 跟NCC也提 跟警政署也提 提到警政署長都換人了 希望如果臉書打開來看看 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事情 刻不容緩 更何況它確實就發生 影響由商業更進一步 影響到政治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確實也台灣發生了 台灣也發生過 那麼多的一個假新聞 那真的我們在 從現在開始 我們希望NCC在這個 你剛講的通信傳播法的這個法案 我不曉得你大概預計什麼時候可以通過 跟委員報告 現在就是在我們交通委員會 如果能夠以這個優先法案來排審的話 尤其是這個裡面還有垃圾郵件 也是我們PPT裡面的這個優先法案 要拜託我們交通委員的委員 現在臉書它跟美國政府 它完全配合大概做到幾點 比如說加強偵測 它自己會去找 哪些可能是內容農場或是假新聞 然後它檢疫回報 那我們要去跟大家檢舉也很簡單 然後它會引進外部的人來檢查 叫第三方驗證 它也會警告 有時候它會警告 說這個可能就是假新聞 或者是詐騙行為 然後呢 它也會來去檢查 去查一下相關的新聞品質 它會打擊假新聞 甚至它會開始 跟新聞業跟媒體界 甚至接受美國政府的一些建議 那以上的這些作為 民書在台灣 我看到的是非常傲慢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想希望共權力在這一點上 我們信心要更加強 我們信心要更加強 好 謝謝林委員 謝謝賴院長 旅委員孫林之質詢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 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報應會交通組織質質詢 與詢打完畢 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司法及法治主之質詢 現在休息 請到晚上 請給諾 請多二 Hell 願請給諾 我們沈出 請多三十分 請問 請收 rôle 並且我請求 小帝 五十分 決定 word 前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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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